民進黨立法委員趙天林 爆出了婚外情 本人除了出面道歉之外 昨天晚今也在臉書上宣布 退出2024立委選舉 民進黨回應 尊重當事人的決定 後續將交由大選提名策略小組討論 牽動了民進黨高雄市第六選區立委 提名的佈局 被爆出與疑似中國籍的女子婚外情 民進黨立委趙天林 陳潛一個晚上 二十四號上午親自出面道歉 坦承婚內出軌 投色風波涉及中國籍人士 國防敏感議題讓外界議論紛紛 趙天林二十四日晚間宣布 決定退出二零二司立委選舉 無法續拼四連霸 民進黨發言人逐冠廷回應 尊重當事人的決定 後續交由大選提名策略小組討論 行為很不應該 這個也應該要甚至的檢討 當事人自己的事情有責任 對家庭還有對社會說明清楚 這個是他無可迴避的責任 形象親和的趙天林爆出緋聞 前董民進黨高雄市第六選區立委 提名佈局 同選區競爭對手在趙天林退選前就陸續表態 這位女子的身份到底是什麼 跟你的職務上有沒有任何的關係 我覺得你有責任必須要向社會大眾交代 呼籲那個我們總統參選人賴清德副總統 還能夠勇於面對這個事情迅速調查 周天林從政資歷完整曾在西元二零一八年投身 民進黨高雄市長初選 對上現任市長陳其邁 常年生根地方的他也有不少子弟兵 順利當選高雄市議員 這一次力拚立委四連霸 卻在選前爆出了婚外情 讓民進黨定調這一次大選要總統勝選 高雄立委席次拳雷打的盤算遭遇亂流 記者王柔廷 許正俊 陳顯坤 朱鳳之吳其昌 綜合報導